村里统一更换了智能电表 可村民们却纷纷抱怨 一个月赚的钱都不够交电费 现在家里电器都拔掉了插头 那么这究竟是村民用电太大 还是电表有问题呢 记者从村民口中得知 没换新电表之前 一个月也用不了几百块钱 可换了新的智能电表后 隔三差五的就要跑去缴费 要是不及时缴拿足够的电费 说不准什么时候 就突然因为欠费而停电 如此高的电费支出 记者听完都非常惊讶 而这种事情 在这个村庄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另一位村民也说道 现在家中的电器都处于断电状态 除了正常的照明灯以外 其他电器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像空调这种耗电量高的电器 夏天就算热死都不敢开 村民的表示 如今这个电表跳得比他们心脏都快 这已经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 李女士拿出手机打开用电铭记 她说最多的一天用电高达四百多度电 昨天开洗衣机洗了一次衣服 居然用了二十度电 实在是太离谱了 村民们纷纷抱怨使用同样的电器 电量反而比以前高出一两倍 最夸张的达到了每天四百多度电 电表都能跑到冒烟 仅仅半个月时间 电费竟然高达上千元 记者陆续走访了几个村民家中 每家每户基本都是这个情况 而村民有个周大爷表示 他和老伴两口子生活 以前养老金足够支撑他们的日常开支 可自从安装了新电表 养老金都不够支付电费 这个养老金只要这个电费还少了 等于这个养老金没有了还少了 我只能够找我们的小孩他们要一下 周大爷表示 他们家里基本没有什么大电器 老一辈的都比较节省 可如今不管怎么节省 每个月还是需要大几百的电费 养老金不够用 就只能找儿女们要钱 这无形之间又给子女们添加了负担 再这样下去 他们只能回到解放前 继续用煤油灯算了 随着记者的走访 越来越多的村民聚集过来反映情况 他们想不明白 用电习惯还是和以前一样 也没有添加什么新电器 可自从安装了这个智能电表 前后用电量落差巨大 大家纷纷呼吁 希望供电公司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了解完村里的情况 记者驱车来到供电公司 而工作人员的解释 却让记者一脸懵 他表示新电表没有任何问题 有问题的是以前的老电表 用了一定的时间以后 肯定不准确 肯定不准确 可能的话是一个很大的起码 他可能的话 当这个表的话 用到一定时候 他那个齿能溶掉的话 他可能当用服用到100度电的时候 可能只能低到80度 也可能只能低到60度 等少的话 可能020度都低不到 工作人员表示 不是新电表跑得太快 而是以前的老电表跑得太慢 所以才会让村民们 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落差 因为老电表技术不太成熟 加上使用了很多年 部分零件已经老化 导致不能准确的计算用电量 让村民们误以为自己用电少 而换上新电表以后 恢复了正常 村民们一时之间接受不了 接着记者又提出疑问 有一位村民 只用了一次洗衣机 就跑了20度的电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工作人员表示 对方查到的数据 是24小时的用电量 并不是实时数据 而且对方家里不可能只有洗衣机 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非常重要 如果用户有意义 可将电表取下来封存 送到相关单位进行检测 对此村民们也没有继续反驳 只能听从建议节约用电 那么大家对于此事有何看法呢 你家伙